第四季 另外在日本的部分呢 則是有九號的Leo 另外還有三十一號的袁修泰 四十六號的聲援秀將 另外還有十七號的山浦佑辰 以及二十五號的平原泉 這是日本所派出來的先發五人 內局的領先 球傳出來 四十六號的三分球 今天在一開賽 當你打到下個月世大運的時候 兩百公分以上 每個隊大概到三到四個人 四到五個人都有 畢竟他有兩百 所以很多期望是擺在他身上 沒錯 因為的確中華隊尤其幾位都沒有 那反倒是讓碰蒙有最多的出手機會 所以我們講說日本的小個子球員 每個球隊 每一個層級的代表隊好不好 走著球員 直接收球速度又非常的快 六 先進去要給 底線主守 三分球又來 這是中華隊真的從第一節開始的一個防守問題 又是上去 所以translation defense 當你投不進的時候 你必須快速回復 外圍 有一個地盤給球 暗底下這邊已經卡了很久了 而且位置卡得非常的好 是 提前出手 非常柔軟的一次中距離跳投 其實我們有特別講到 中距離 中距離 加上這一個切入 連續的四分 由山普 引幾波的防守 是都沒有辦法鎖下來的 地盤給球 這邊漏掉了 一個很成功的 戰術值 吸了投籃的出手能力 太有信心了 沒錯 這波的防守也蠻重要的 外圍出手 哇 又是三分球 今天的比賽 日本施大運 哇 所以我們剛剛講這個17號 太離開了 我們剛剛講這個山普 沒錯 前一波他下去的表情 跟到這個出手的三分 所以球員的信心 對他有多麼重要 今天就看這兩個人了 包括三十一號的袁修太 還有十七號的 山普 又成 連續兩顆的三分球 在今天日本 也是因為班底的這個代表隊 他們投進了十三顆的三分球 對 恭喜山普 我們剛剛看到